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咱先玩一个七千年代 大家知道在河南出土的一个鼓笛 就是用一个老鹰的鼓头 这个就是中国的传统音乐 七千年代你看 我们中国古人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智慧 下面还有一种 咱们中国有句成语叫做 巧舌如黄的黄 那么实际上就是一个黄片 大家知道西方的所有的 广风琴 口琴 首风琴 祖宗都在中国 所以现在我经常跟他们说 他们国业很土 很不时尚 我告诉你 中国老祖宗是非常时尚的 你们现在听到的 我们在歌舞厅听到的DG 祖宗在这 好 好了 我们西方人说 和尘是西方人创造的 我们在几千年 我们早得创造的和尘 大家知道 洞足大哥已经有和尘了 把几个黄绑在一起 它就会产生自然的和尘 这个可以大一点事 你们听这里面还有巫术的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民族 特别是民族乐器 我可以说在世界上是知罪 所以这次我们的国业大典 这个点抓得特别好 因为我们不光是有汉族 我们还有很多少数民族 所以今天我拿了一个 李族的一千多年的乐器 所以我经常到西方人 我说你们吹管乐很多 但是你们都用嘴吹 我们的少数民族很有智慧 用鼻子吹 叫鼻霄 海南的那个万泉河水 所以我当时采风的时候 我发现到很多东西在失传 后来我问他们为什么用鼻子吹 他说我们当年都是男女青年 谈恋爱的时候吹的 哎呀我一想少数民族 比我们汉人就是有情调 还有一个乐器不提 一千多年从唐代传到日本去 我刚刚昨天还在东京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失传的乐器 也是我们大唐之风 可是我们丢掉了 所以现在我把很多东西 再把它请回来 这个叫尺八 一尺八寸 古人很有智慧 就五个孔 所以大道至简 你们听很多电视剧 你们日本的电视剧 都会产生这种 它会出现就很杀气 这个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宝 我们现在的失传 好了前面都是小菜 接下来我的主也是琵琶 但是现在出一个小小的题目 如果大家眼力很好的话 今天说不定可以获得大奖 我们单独送出 请判断一下 方老师的琵琶 和你原来见过的琵琶 有什么不一样的 有人发现了 本台人员发现多了一根弦 你不会得到大奖的 五根弦 好 是一位女士 请记得会后来找我 但是为什么这五根弦的琵琶 和我们之前见到的琵琶不一样 国乐大典又会展示多少种 我们对于国乐过去的偏见 把它打破 现在要看方景龙老师 用音乐来给我们 全新不同的感受 好了 这次又是一个故事 当年我80年代到了日本 特别是日本的有十大国宝 前面十大国宝之首 就是五弦琵琶 我当时看完了这一刻 我突然发现了 原来古人比我们厉害 古人多根弦 我们现在缺根弦啊 因为太多东西在失传 那么人家说 你五弦和四弦的区别 在什么地方 这样 咱们不在一带一路嘛 我就用一个琵琶 我说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乐器 不通电的情况下 可以模仿不同国家的乐器 我们先从北京出发 首都 首都最代表现在什么 金韵大鼓 你看 变成三弦了 变成三弦了 大家知道 所有的梨形的这个乐器 实际上都是从两河流域 传到世界上去的 到中国叫琵琶 到欧洲叫路特琴 到西班牙叫吉他 他们都是有血缘关系的 好了 我们到两河流域去看看 阿拉伯 阿拉伯了 还有一个国家 印度 印度有两种乐器 一个叫西塔尔琴 一个叫塔布拉古 用一个琵琶表现两个乐器 大点事 到了印度了 好了 接下来我们到我们的邻国 日本去看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到了日本 那么亚洲走完了 我们到欧洲去 到西班牙 西班牙有一种舞蹈 他们有一种打击乐 叫响板 好了 到了欧美古典吉他 还有民谣吉他 还有电吉他 谢谢 所以 中国的国乐 毅力事件 我经常跟他们说 现在的中国人 对中国的文化 对中国的音乐 没有西班的音乐了解 大家都知道钢琴 都知道交响乐 都觉得那个很高雅 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 我们可以把钢琴和小的琴 来跟琵琶比 不在不通电的情况下 一个乐器 能表现这么多风格吗 可不可以 不可以 这就是我们 中国人的智慧 因为琵琶上面有四个王 它是王者的乐器 具有王者的风放 所以我们的国乐大典 将来也会在电视 具有王者风放 谢谢大家 谢谢方锦龙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